這短短的12個小時當中 其實只有200多毫米 甚至有地方只有100多毫米 甚至它下到晚上24小時 有很多地方都是只有200多毫米 你注意看 在屏東縣 有200多 很普遍200多毫米 甚至還有一些100毫米的情形 為什麼災情會這麼慘重 來我請教郭棟大哥 這反應出什麼樣的問題 小金你剛才說出一個很嚴肅的一針見血 怎麼說呢 這跟莫拉克巴巴水仔一拜 他的老虎的量 被他抵擦這麼多 但是已經開始做到十多的上榮了 過去我讀書的時候 特別有一個名字叫做森林塗炭 那時候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說只有戰爭在收牌的時候 人名不得錢 但是在台灣 你看這個外景 你每年都看得到的 為什麼無法改變 我們也不知道 這次有雨量雖然說無法管 但是 土溼流流渣 又叫 solamente我們的土線 我們的山沙的土線 都已經鬆動地絕 在太一點 像爸爸水仔 那個最大的風 voltage 你現在只有兩天下去 它就開始 全都崩落了 但是 我辦法補救 無法秀麻村也好 過去我從爸爸水仔觸攀的村子 你看看 ότι 自己看的家屋 Arabled會都破壞了 當初一直不是說有什麼的政策 說如果像大火來天災來的時候 快來撤村啦 趕快安裝啦 這次有開始這個行業 沒有 我們的檢驗的是這個 天災你沒辦法拋棉的 因為人拋不贏天 但是如果你沒有以風 你如果沒有保守 人好就發生了 今天你看這個圍面 讓人生生命 台灣人在當時這樣發動說 把這個國土好山好水 可以保持到說 大家可以暗骨落壓 不可能的 今天你不准來牽涉 這個來政部長李宏妍啊 撤酒駕雖然是非常重要 你做一個來政部長有關心 我們也要幫你學樂 但是你是水利工程的轉家 當初全國人民都結識說 你如果來台灣的國土變更 整個在你的價位中 台灣可以好好保持一個好山好水啊 不是只是說 國土改變和官司變成五島之後 這樣結束了 你也可以出來說一些為甚麼 這次的水利工 對這次的防疫 為甚麼會做到這樣亂七八糟 你是專家耶 現在不是說你專家的國嗎 專家不出來跟我們說一個話 說這件事實在是 沒有辦法醫療的嗎 我沒有要相信 當年都這樣 為甚麼沒有辦法醫療 我強行說這兩天 還不差一出行動 那一年跟兩千塊八八水災一樣 做成這麼大的狀況 整個村都沒辦法去的時候 那時候再看到馬英雄出來 再來土研 再來算廟金 再來去那邊關心 有甚麼路應 那都沒有路應啊 台灣人要推理來要求這個政府 我也同樣說 強壓這兩天 由美國有辦法都要剪了 有人關心說 為甚麼年台灣這個水災沒辦法改變 為甚麼年台有這麼多人失望 為甚麼年 因為沒有水這都算得對的嘛 對一個月的溫時 開始要露大雨 為甚麼交通不去香港 沒有通知大家可以坐下來 說對這個東西做一個遺憾 都沒有 現在都沒有 總統還不需要關這件事 總統整天只想到他的美國有罷了 這件事到底是誰要處理 到現在 行政院長陳聰 有標示說對這種東西的關係嗎 他行政意中到底是在做安全 我們也不知道 陳聰你是 古早說的是栽雄 國家發生這個問題 在想一段落都沒有人說 來政部長的水利專家 雖然說 這是經濟沒有水利教在管 來政部長你不會覺得 我們的台灣國造變成這樣 你當初不是說 我們的國土要怎麼還 水土要怎麼保持公開 現在換你做部長 所以都沒有生氣了 整天要抓酒駕 就可以改革台灣的問題嗎 所以 人家在說台灣 頭痛 他腳 腳痛 我們看到這個政府就是 頭痛 他腳 腳痛 他頭 沒辦法改革這個問題 國用大哥已經點出了 觀眾朋友 非常非常遺憾 這個現在在災區 災情有多嚴重 透過電視畫面當中 你所看到的 只是局部 甚至嚴重的程度 比他高上好幾倍 那到底 只是有多嚴重 我們稍後讓你看看 目睹整個災區的災民 他們為什麼說要自主性撤離 不要聽應變中心的話 為什麼他們這麼說 剛剛國用大哥特別提到 澳門的宰相 行政委員長 陳衝要撞起來 他到底反應是什麼 這是今天的聯合新聞網 從下午的5點43分 所PO到了 每遇到雨必煙 治水防洪預算去哪裡的 我們看到陳衝怎麼說 陳衝院長說 這次要檢討 新舊排水設備的銜接問題 民眾想問的是 為什麼政府總是在事情發生之後 才要檢討 我請教的是這個徐老師 為什麼要去檢討 新舊的排水銜接問題 他意思就是說 新舊排水系統無法相容 為什麼是這個問題 為什麼 他在說要檢討這個八年八百億 他在說這個預算花這麼多錢 其實我講 八年八百億還是常規的 剛才國用大哥講 其實小薰年也講到 八八水災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特別預算喔 一千兩百億啊 對 到現在還沒花完喔 錢還沒花完喔 今天我看新聞 臨邊又在淹 爆爆水在臨邊 不是依然很嚴重嗎 這次臨邊又在淹 我意思是說 這次沒有海水倒灌喔 這次沒有颱風喔 我跟各位講 這次不是颱風喔 只是一個西南氣流 對 一個西南氣流 氣流是一個好雨而已喔 已經變成好像比颱風還嚴重喔 國用大哥在講說 李鴻圓誰誰 要檢討太多了 氣象局有沒有預警啊 因為氣象局有說 我有說好雨啊 可是有人想到好雨 會嚇成這個樣子嗎 第二個 爆爆水災 所有的工程 所有的重建 在這次完全沒有效果喔 我現在很擔心喔 現在很擔心 會不會又要擴大預算 擴大內需 又開始在做這些事情 小玉我意思是說 台北其實以前也淹 那時候後來弄了一個什麼 分紅道 後來台北整個台北汐紙 原山紙分紅道 汐紙下面有人在說淹水喔 汐紙房子現在賣得多好 表示什麼 只要你有決心 政府有決心 就可以做得好啊 原山紙分紅 誰弄的 尤西昆那時候弄的啊 我意思是說 馬政府你在南部沒票 你只要在南部好好做一兩個 這樣大的工程 每次下大雨的時候 沒有人覺得會淹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有票 我覺得現在是花很多錢 國安在講 不斷在檢討 不斷在投錢進去 都有問題 陳通現在開始講什麼 這不是我的事耶 這是以前八年八百億 不知道怎麼用的 新的舊的沒閒教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在推責任啦 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現在大家都在推責任 為什麼推責任 都覺得以前錢有用啊 現在沒有做到 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南北的問題 這次最明顯 等一下北部雨也大以後 你看喔 北部沒災 沒災情 同樣300公里 下在台北 對 沒有災情 對 那南部呢 小英講的 兩三百就出現這麼大的問題 欸 這個是南北的問題耶 你以後只能保佑說 你不要生在南部 你生在北部 這樣台灣問題就更大了 其實喔 怕出台北市 你會覺得說台灣變成另外一個國家 好像是台北市 郝龍斌市長要偷什麼預算 什麼都給他 煙火這樣棒 夢想家這樣子演 欸 好像要到什麼預算 七天的市大運 可以要到七百億元 包括啦 林口的選口選手村 可以花三百億元 極限這樣開喔 那為什麼 花錢是 花在這個公共建設 跟他錢就不撥下來 我們讓你播放的是 馬總統 他巴巴風災 在當年2009年的8月18號 我記得是這一天喔 他曾經道歉過 還獨秒道歉 我們今天看起來 原來這是一場騙局 為什麼呢 我們稍後馬上佐證給你看 我們看看他當年道歉的畫面 身身一鞠躬長達7秒鐘 中外記者會馬總統 帶頭道歉 同樣是90度大彎腰 也出現在小林村 對鞠躬 對鞠躬 10秒鐘 這回拉長時間道歉整整 10秒鐘就為了展現誠意 馬總統鞠躬的秒數 隨著道歉次數成正比 來到小林二七法會鞠躬前 還先下口令 請鞠躬 10秒鐘 說好官員鞠躬10秒 但算一算12秒後 馬總統才抬起頭 救災不利 馬牛政府被罵到臭頭 民怨從南到北 把總統的壓力可想而知 為什麼說三年前 他顯然沒有記取教訓 而且道歉的背後是一場騙局呢 這是莫拉克風災 觀眾朋友 如果你真的關心的話 台灣這個狀況 請你常常上這個網站 去關心他們 這是一個有民間人士所關心的 他們通過這個網站裡頭 彼此互相連結 那麼隨時報告最新的災情 你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怎麼樣 他說在復興鄉 高雄縣 在高雄的復興鄉 已經有超過三間房屋 被河水推倒 導公你也要check這個畫面 OK 推倒 然後呢 居民表示 因為包商偷工減料 造成提防 30名打掉重做 水沖處留下一個缺口 包商卻沒有派駐怪手 在場待命 昨天晚上高雄德里 高雄德 昨天晚上高華 高華德里長 求救電話一通一通的打 但是公所 將責任推給包商 包商卻沒有派人在山上處理 終於眼睜睜看著水 沖過堤防 毀壞民居 雨越下越大 河川的水也沖到了社區了 居民議論紛紛 擋土牆的功能根本沒有用 確實如此偷工減料 然後你看到 災後 沉寢到現在 始終沒有解決 復興里的黎敏說 這不是天災 更是人禍 一公超過三間房子被河水推倒 災情正持續擴大當中 包括這裡陸陸續續有這麼多畫面 更具體的東西在哪裡 同樣take這個畫面 來看這個文字 居民沉寢已久 工程卻沒有看見進度 一公這是對莫拉克災民的二度傷害 不只是天災是人禍 這個杜老村長說 從以前我們一直在反映聚落安全問題 政風處 總統府 我們都有寄陳情書 甚至村政信函 官員拿我們的居家安全開玩笑 一個莫拉克風災的災民 能夠承受幾次污損 杜老村長一身心血 經營的民宿被發風災衝走了 如今他唯一留存在村中的老家 也因為潰堤而遭到水淹 假如水是在做大即將要不保 災民好不容易買的一些東西現在都被沖掉了 政府有想過我們的感受嗎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他們過去的陳情都在這裡 有這麼多 然後更諷刺 除了這些陳情之外 還更諷刺的是什麼 你看這一段 這個是在高雄的新開不老居民 已經撤離到 新發社區活動中心臨時收容中心 你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傳達到整個伊拉變橋已經封橋 它24線在21公里左右也有崩塌的情形 他怎麼說呢 他說新開不老居民已經撤離到 這個另外的社區的活動中心臨時收容所 再次提醒六歸地區的居民 靠近山壁跟老農溪河道沿岸附近的居民 無需聽從應變中心指示 請各位自主性避難 請教其邁 這是什麼 為什麼不用聽應變中心要自主性避難 為什麼 這個就是馬總統孫舉前去的 所謂的普羅旺斯那些地方 這一次下雨下的特別嚴重 所以1200億就發到普羅旺斯 那選舉前馬總統去看說 看完說他重建多厲害多厲害 就說那邊是普羅旺斯 結果現在馬總統為什麼不去看 經濟部是災訪法裡面規定的水災的主管機關 所以理論上 剛剛小軍講到了四個縣市 五個 四十五個區 這個理論上已經符合 災訪法裡面規定 中央應該是要做一級開設 簡單講就是 包括行政院的副院長 或者是經濟部的部長 必須進駐到 這個中央應變中心去處理 結果我們現在看了 現在沒有了 我不要把整個打卡都在想美國牛肉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 坦白講政府的這種應變的這個心態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相當的一個失望 八生在那裡喝水 那這個應該要馬上投入救災 怪不得剛剛小軍再講到說 這個怎麼辦 這一些到底要聽誰的 你中央就是要趕快成立應變中心 國軍該下去就要下去 指令要下去就是要下去 因為畢竟你馬上要動員這些人力 當然是國防部才有這個人力 結果 你看 近前國防部在立法院說什麼 我說國防部說你們這些官司 欠了13億的 你如果沒行 以後不是緊急的狀況 救災 該拒絕就拒絕 所以我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就質詢李部長 我就跟李宏言講說 那這些錢怎麼辦 國防部要把電影政府投資 電影政府沒錢 這個難道不是中央政府 應該要編列預算去補助嗎 結果 大家記不記得 在選舉前 大概去年的11月左右 吳敦議員 100億的特別統籌分費稅款 什麼叫特別統籌分費稅款 就是說政府 中央政府一定會塞車錢 等各官司 如果救災不夠錢的時候 這100億就是要起來救災的 五官司 因為選舉北條下 跟這100億平均不留所有的官司 每一個官司5月4月5月4月 高雄 台南 屏東 這些都是過去災害 尤其風災水災 嚴重特別地區 難道欠國防部的13億 你現在不用拿這些電影政府行嗎 難道這些錢不用留下來 累積下來 作為每年的這種災害的準備的 相關的款項嗎 結果本 本貨我們水月圈的台北市 都很忙碌 還沒有紅包 還沒有特別統籌分 台北市本五元 郝龍斌 五億裡面的2.2億 拿去行銷 是大運 編列預算 所以你說這個政府 假如剛剛這個永明老師講的 這個羽角燒在台北市 會這樣嗎 會這樣嗎 嚇到南部的爹不娘 這個富不愛 下去南部 怎麼招隊怎麼死人 這個馬政府也每天都要給你摸賣而已 所以坦白講這個政府 我們真的是看得非常放心 我覺得馬政府應該要馬上 馬總統明年就應該要到災區巡視 把所有的中央的資源 地方的這種相關的這種補助 應該一次要給足給地方嘛 否則你看高雄市 補助的收入 光一年補助的收入 今年就比去年合併前後的比較 補助收入少了144億 這些重大的建設補助款 尤其水利有關的 區域排水 防洪 等等這個部分 減少了大概20到30% 這個誰要負責 當然馬政府也要負責啊 你高雄縣市合併之後 這所有這個抵水有關的 這個尚管這些醫生也好 國民黨都給你刪掉了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就有關救災 長期的這種預算的一個 編列跟規劃 馬總統要負起完全的責任嘛 來西律師 我告訴大家 大家已經思考了一件事 今天說的 馬英九會怎麼講 馬的還真難料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雨 事事難料 事事難料 不過我倒是要想到一件事 真的有那麼大的雨嗎 剛才小君一直在說 自主性避難 不要聽應變中心的話 你知道這個月什麼意思嗎 這個月其實就是在說 我們的馬政府 用數據治果 你意思說叫 如果聽應變中心就不會負負 不然才不會負負 因為應變中心 馬英九一看 不會跟他表現 這樣啦 啊 才兩百公里 兩百公里 沒事情 來去雨傘就要塞了 嚇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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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就撞掉了 怎麼哪裡知道 這麼大的土石流就來 所以聽大家的 聽大家的判斷 不要聽這個無情騙人的政府 這句話說 我們這個政府都在騙人 用數據治果 請問 這樣子的數據 能夠相信嗎 所以大家想問 馬英九鞠躬10秒鐘 10秒鐘的目的幹什麼 目的就是說 我做錯了 我下次不會再錯 所以我深刻的檢討 人家是一個鞠躬一秒鐘 或鞠躬12秒 我不起來 所以告訴你 我會深刻的檢討 所以我用了李鴻元 我跟你講大家說 台灣治水的時間 都是在什麼時候 大家知道嗎 都是在冬季 因為冬天的時候沒有落後 因為每一年到四月就開始落後 沒雨季來了嘛 沒雨一來就開始下雨 所以我們台灣的治水 都要在什麼時候動工 我告訴大家 每年的11月就開始動工 一直到3月以前要完工 這個叫我們的漢季 要趕快把這個做起來 我們現在的這個內閣 什麼時候起來了 2月1號就任 李鴻元你2月1號就任 到了3月底 4月你還有2、3個月的時間 你告訴我 你做了什麼防洪的措施 沒有呢 什麼在抓救贈 剛才剛才說的 補助台北市這個款項 我經常說一句話說 如果把2,300萬交給一個人 他可以買房子 可以做很多善事 但是如果把2,300萬丟到全台灣去的話 一個人才分一塊錢 1塊掉在路邊 你就不會去叫 那個小孩要叫他叫1塊 水把我邊去黑他就變大了 但是集中起來就是一筆大錢 今天我們 國家要做的就是什麼 就是分配這個資源 而不是借大歡喜 而且他在分配資源裡面 就是看人家 高雄可以減百多元 每次有錢有錢 有錢到 放那個夢想 這兩月多的消息 為什麼繼續給他 所以這個政府 只看什麼 只看你跟他親不親 所以我要告訴你 這個政府是一個 無情無義的政府 大家要比較清楚 不能夠有平均 所以莊業員 跟他媽總統上任以來 就是搞這些東西 是這樣子 其實我要先講的是說 台北市民 也有一點不被污名化 台北市市民 他也不希望台北市政府有錢 這樣開 比如說 你整個世大運 變425億 我們議員也跟他說 那錢怎麼要花這麼多錢 他說要7天 7天 當營建署署長出來講說 說你那個 你那個泰山 你那個平衡要去 拿口要去這個選手村 再加一個三次 沒辦法變的時候 然後民在議員怎麼講 沒有啦 我們跟行政一定有錢好 那就絕對沒有問題 好啦 今天問題來了 為什麼在災區的民眾 現在有一個想法 我就趕來自主避難 防災應變中心說的 那不是他信道 他在講什麼 就是說你如果聽防的應變中心的位 你會死啊 你走出去以後 如果這一場雨你說不大 是啊 大家看到整個數據裡面的雨量不大 可是你去看 龍舟屋 血本無歸 走出去的人 你沒辦法回來 這個民眾很苦 他很痛 他有那個說大陸南部的人 這五塊錢四十五個庫的人 他走出去之後 他很有可能走回不了他自己的家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世界 都要花啦 該不該花 如果說花在島口上 炙水 保障人民的生命跟財產 這個都應該去花 但是政府你的心態 你的資源的一個分配 到底還是不對 為什麼偏台北市在台北市或者新北市桃園 錢就有這麼多人要用 應該去做 風水保護 地水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 你現在有這麼多人 我剛剛看到 馬總統 當 三年前 八八風災 十二秒 還有一個十秒 你如今去把他回想 似乎在暗示我們 上面是死那麼多人 我大概十秒鞠躬道歉 上面是死那麼多人 我社會輿論壓力 我才再來一次 十二秒鐘的一個道歉 現在 死也沒幾個了 還是美牛重要 這個政府他就是無能 無能到讓民眾認為說 我如果聽你應變中心的 會死啊 我要趕快走啊 這個反應出 民眾對這個政府是完全 都不信賴啦 政府現在每做錯一件事情 他就有理由 出來現在跟我們說了 現在 治水系統 現在這些系統 地水做下去了 這事物他現在跟你說 新舊 銜接 有問題 那如果 錢夠你開下去了 你又沒有結構的時候 你每一間當中 你以為你到底是要跟我們說什麼 要跟他佩生說 沒辦法 現在已經是第二任啦 5月520過了以後 現在6月份已經第二任啦 已經黃金10年的 黃金元年啦 民眾200公里的 你就已經糟糕了 所以對這個政府你要是有期待的話 你一生命你就像今天水柴來這裡 毫無保障 所以這個政府在國會占多數 這個總統他掌握這麼大的一個權勢 可是碰到整個五個縣市 是45個地方淹大水啦 你說那二級開設的時候 是說大家還開始警戒喔 這個時候如果你是一級開設的話 中央要員全部下去的話 我相信今天整個國家的能力 資源動員下去的話 不會發生這樣子大的一個災難 政府要無安全的責任啦 三年了喔